48歲的資深與女歌手蘇慧倫 在2014年3月嫁個交往兩年多 有著滑板教父稱號的孫一鳴 婚後兩人遇有一女一子 孫慧倫甚至為了家庭減少工作量 沒想到看似幸福的婚姻 才走過第五個年頭 就傳說她和老公的感情出了狀況 根據了解孫一鳴日前和好友相約吃飯 就在酒過三旬之後 她突然開始和友人Mass Talk 透露蘇慧倫不僅脾氣硬個性固執 兩人經常因此而爭吵 日子久了內心覺得好累 還亦有所指表示 可能撐不下去了 之前蘇慧倫也曾透露 和孫一鳴的個性價值觀都不同 但經過磨合相處後 已經學會尊重彼此 孫一鳴也為了她改變許多 兩人結婚後 蘇慧倫全力相夫教子 對歌唱事業看得淡然 但也或許是重心全在小孩身上 反而讓蘇慧倫和孫一鳴之間的旗艦變多 孫一鳴還曾對友人透露 蘇慧倫一直以來都被捧在手心 跟她的生活觀頗有差異 讓她對婚姻有深深的無力感 蘇慧倫的感情路說來並不順遂 出道時 陳漢杜德偉傳飛聞 之後和張正月的經紀人 黃靖波相戀 接著和陳國父交往 沒想到卻慘遭她劈腿 陳國父邊和蘇慧倫戀愛 卻又一邊和劉洛英搞曖昧 最後劉洛英橫刀奪愛 讓蘇慧倫受創極深 好一段時間不敢再談戀愛 之後才又透過陸嘉儀的介紹 認識當時還是極限運動選手的孫一鳴 兩人互看對眼 進而相戀結婚 明星期間